女警才剛到 男子竟突然往下跳 欸 幹嘛 放開 不要亂 你不要亂 放開 他把狗送了 幹嘛啦 怎麼就壓你 整個人懸掛在橋邊 所有警察使盡全神力氣 硬把他拉上來 男子好不容易破舊 情緒始終很不穩定 到底要上救護車啦 坐在地上 遲遲不肯上救護車 就怕再度想不開 原警改用柔性策略 到拍手之後 我們好好聊一下 幹什麼情況 好不好 這樣好不好 好 現在我們先到拍手 好啊 原來這名男子 14號下午 獨自坐在橋上 被路過民眾撞見 信吼原警 及時趕到現場 在鬼門關前拉住他 原來是喊女友吵架鬧分手 才會一時想不開 一下車那個男生 看到資源警力到來 那就是 死意是算蠻堅決的 但是同事還是在 非常迅速的衝上前 然後把他抓住 情場失憶走不出來 查點做了傻事 幸好原警 這隻手很夠力 讓他還有機會 可以思考 不要輕易拿生命 開玩笑 記者林鎮堅 徐玉潔新北市採訪報導